哈囉 guys 那個...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拿出電筒 今天是8月15號 我發現剛剛Facebook上面很多人 說 突然大停電了 那都是 30分鐘前的事情 那我也不知道是...好像是在台北吧 現在換高雄停電了 停電了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只能來露營 不過呢 趁這個時間 抱怨一下好了 就是... 剛剛騎車回來的時候發現 這個GoPro的底座 突然斷掉了 這樣子 這邊 它突然斷掉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才... 開箱吧 用沒... 用沒兩個禮拜 它的底座... 轉換座這個已經斷掉了 哪個... 這就是台語所謂俗稱說的比賽狗欸 大概就是... 算這一點時間 也沒什麼事做 confirm一下 乾... 他媽的電終於回來了 剛剛7點還有電的說 然後大概在10分鐘前 大概是8點20分 我家閒正區 這邊 閒正盒附近 這個關鍵 那出去晃風 有電的時候再回家 覺得痛苦 嘿大家 那個現在是我在我家外面的大馬路上面 外面是很重要的十字路口 可是現在連燈耗置都沒了 我不懂 出這麼大的差錯誰要來負責 這樣子很容易影響交通 很糟糕啊 這一次 OK 這邊太暗了 看不清楚 輕軌在這邊也停死了 輕軌在這邊 輕軌在這邊 目前也是停死的狀態 所以 目前列車是無法開的 喔 各位看得到 輕軌目前是停死的 沒電了 用電的交通工具現在也無法進行 目前只有民生用電是被停下來的 商業用電跟經濟用電都還在使用中 沒辦法 因為台灣的經濟必須靠他們 必須靠電才有經濟 所以呢 民生用電都是第一個被犧牲的 現在 現在在我身後的是 高雄的IKEA 跟 家樂福都是成功電 在中華路上的 那 這邊的商業用電只有在五點多的時候 有 有暫停供電 那現在這邊都是亮的 我現在在夢時代旁邊的路口 這邊的路口已經沒有紅綠燈可言了 你們看得到後面 紅綠燈已經完全沒了 很糟糕 區域限電 連交通號釋都不給電 交通大打結 然後呢 路上就會多了很多警察跟救護車 拜託 騎慢一點 交通都已經有問題了 你還沒開那麼快 騎那麼快 要死啊 各位應該看不到我的臉 那個 身後的路燈啊 亮起來 代表說 我們家這邊 有短暫的光明 希望不要再這樣了 台電 加油好嗎 中油 加油好嗎 把台灣搞成這樣 你們甘心嗎 今天的Vlog應該錄到這邊啦 那今天的Vlog應該錄到這邊 等一下 趕快回家洗洗澡 就要睡覺了 OK 掰掰 拜拜 再見